清潔隊員騎到機車 看到本索主車入去行動來收本索 這比請做台灣機制的作法 將正式驚入歷史 保理長官所行正式宣佈 機車收穩本索的作法 八月車三開始正式廢渡 維持18年 違規清運垃圾 摩托車載運 拖運紙車桶 來收運垃圾 終將走入歷史 可能在改變的初期 會造成很多鄉親的不便 也請大家能夠來配合這個政策 機車不買國進入學徒收穩本索 頂公所另外幾位新的收穩方式 怕在頂公所搖接市區來立場基盤水面會 出席國立立場 都認同公所這項改變 不過也希望家共選党 將對頂民的影響感到最多 從八月三號 有70條初步維持 改為小型的垃圾車 來清運垃圾 那另外49條的 項道因為太過於狹窄 因為太過於出入不方便 有危險性壓迫性 所以說改為這49條 項道改為定點在巷口 來清運垃圾 我八月三年就要拿出來的土耳洞口 給丁領著 不然就是我傳單 就是你要拿這個土耳洞 你要拿出來土耳洞口 讓他們知道 先給他們這個概念 原則上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畢竟公所已經有時必去測試過了 有考量到民眾最大的利益了 應該公所的宣導和要里長和林長 繼續跟他們去溝通 把政府的政策跟他們詳細的說明這樣 除了可以改用修行本舍車 進入修運的行動以外 要40條行動 因為太過於行動來記憶 就必須將本舍拿到行動口 交給本舍車 公所表示 這40條行動 本舍車會在行動口停留一段時間 等待民眾將本舍拿出來 日後請問時間到路線 也會在公所推出的 修本舍APP軟體重公佈 方便民眾雜訊使用 我們在8月13號4收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也會將比較準確的資料 在APP另外來登載 變更資料讓大家能夠收到最新的訊息 保理頂頂就以鄉強調 初期實施可能會有些不方便 跟需要修正的地方 公所會就是多種控來修正 也才致民共同配合 接著王朝鮮蔡宏報道